起来老公又出门了 有必要拼事业拼成这样吗 总而言之有一天 那时候他大概已经八九个月了 大概在一个月就要生了 那那一天就是 他就突然心血来潮 想说老公今天要加班 然后因为用人有煮了什么鸡汤 那他也跟用人说 今天我来煮你不要煮 有买菜了他自己煮鸡汤 然后就要去公司送鸡汤给老公 那一天我先来看 然后去 天呐八个月了去送鸡汤 然后送鸡汤 结果到公司 那时候才八点多 门叮咚啦 就直接进去了 全部公司都是暗的 就只有远远老公那间办公室是亮的 八九点啊 才八九点而已 就大家下班了嘛 然后就送鸡汤去 结果他看到是亮的 但是百叶窗是拉下来的 结果他鸡汤要拿到门口 要敲门的时候 要敲门啊我觉得 他要敲门的时候 就听到里面有叫声 奇怪的声音 那个叫声就长得这样 就是女生的叫声啦 还需要学吗 你要买国的 你要买球的 就是女生的叫声 然后他 还是遇到鬼啦 他那时候在挣扎 他要不要开 有国语的啦 有英文的啦 有台语的啦 现在过时一点了嘛 他现在要不要开门看一下 但是他在犹豫 他要不要开门的时候 门就打开了 门自己就打开 并不是老公发现他啦 就那个门是 他要犹豫 所以我要不要开他的时候 里面的门打开 为什么 就打开一看 谁打开的 小三开的啊 小三只是要出来拿个东西啊 然后就看到老公在里面是 裤子是脱下来的啊 那这个小三是 没有 衣服混乱 并没有 因为在办公室不太可能全脱 然后他看到之后 就把鸡汤放着他就走了 他也没跟他老公吵 然后就走在路上就很恍神嘛 然后就过马路 明年就是红绿灯没看清 就被撞 有八九个月了 对 这个朋友被撞 然后就紧急送到医院就早产 那他被撞当然 那个开很慢 那个车子还好开很慢 他就撞倒 倒在地上 然后刚好压到他肚子 送到医院去 那那个时候 家里通知这个先生 这个先生因为知道自己 被老婆抓包了 他不敢接电话 这是很典型的那种 妈宝的性格 就是不敢接电话 因为怕人家骂他 然后呢 就等于说太太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他不敢接电话 不手机关机 然后因为后来 那个先生的解释是这样 然后就跑跟小三 跑去小三家里面 反正回去一定也是被骂 那我还不如跟着你 我可以取暖一下这样 那一直到隔天 他回到公司上班 才知道家里厨师 老婆早产这样子 他才到去诊所 才到去医院去看他太太 那去看他的时候呢 他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我做了什么事了嘛 那我来看你 他说他一句对不起都没有讲 只跟他讲说 就是孩子看到了嘛 然后就看到他躺在那边 他老婆就在哭 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不爱你了 他就跟他讲这句话 直接讲 对 直接跟他话 说因为我不爱你了 他连对不起 我是一时怎样都没有 就是说我就是不爱你了 那这个女生他当然 我这个朋友他当然就 非常的痛苦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结论就是 因为过程实在很复杂 那到最后就是说 他这个先生就跟他讲说 两条路给你走嘛 一条路就是说 去母留子 对 就是我不要跟你离婚 我们两个就不离婚 就这样各着 但是你也不要期待我 会回来 就是当你的好老公好爸爸 所以现在还没有离 然后呢 另外一条路就是说 离婚可以 但是小孩 刚刚女人姐讲 小孩是要留下来 还是你要带走 留下来 你可以拿一笔赛养费 可是就是不能看这个小孩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小孩你带走 我也跟你离婚 但是一毛钱都不给你 就裸退 就是叫你裸退 就是你把小孩带走啊 对啊 看你要哪一个这样子 就是打官司啊 就打官司 那时候没有找到赖律师 我也这样觉得 对啊 因为他那时候 没有他那时候打官司 然后再 可以只要成这样子哦 对 然后他打官司 那因为人家有钱有事嘛 请了起大律师啊 那我是不知道 他们的工房是怎么样 因为到最后是 最后结论是什么 最后结论就是他很累了 就是说为了要 他看清楚 所谓他讲的那些小开的嘴脸 然后包括他的 他的那个 爸爸 爸爸公公司还好 是婆婆的那个嘴脸 他真的觉得说 我被人家看扁 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一笔钱 我不要小孩 也被人家讲话 那是他的妈妈告诉他说 我们不要 人不要这么作践自己 对 你一直要嫁有钱 妈妈 他好可怜哦 他从离岛航线飞到经济舱 好不容易 到商务舱 就是这种结果 那当然现在最后是 他现在已经 他最后是选择 就是签字离婚 然后我钱都比 一定要离开的啦 但孩子离开 孩子带走离开 所以 为什么说要离开 你就不是违背 那个黄老师讲的话吗 那黄老师讲什么 就不应该离婚啊 不要 因为我问题就要离婚啊 你这边会被看长是怎样 在努力啊 你现在是要缓博黄老师吗 有种等一下回来 来 谢谢 人家也自如一般说 我怕挑战 小鹿 你刚刚是在呛黄老师吗 我是啦 是啦 黄老师来 我是 不是要跟我讲 好 来 来 好 来 我先跟我讲 好 你先讲 我尊重你 好 我跟你讲 阿德呛我是没有用的啦 因为阿德呢是爱情的作家 两性的作家 我们是实务辅导啦 再怎么样 我虚掌他几岁啦 看得多啦 好像床经验 你想想看 我想每人 这个人通有理论 这样讲不是跟你讲的一样 七老八十是一样的 哈哈哈 哇哟 我不但七老八十 我还是杨秋心口中的老太婆 不然你是要安装 不然你是要跟我安装 还在电视上 那个叫什么 这个 这个 胜宜价值 对啊 不然你是要跟我讲 你跟我讲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 没关系 接受你的道歉 这个比宋楚瑜 还有比花妈露哥 还要更强悍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案子 这个女的 一开始就是动机 她的动机就不良了嘛 对啊 她就是说她锁定个目标 对啊 她是没有错哦 我只是要嫁小开 嫁好的人 她只要是选择体 但选择体的后面 你要承担啊 嗯 因为你不知道要好够的 这跟拔轎一样 你倒下去 如果十八道开下去 就是贏贏死而已嘛 对啊 但是不是一般的婚姻 就像我们要说指定小开 锁定好的 要拔车 不然就要一百八十 不然就要安装 你如果说越单纯越好 你看一般的小老百姓的婚姻 可以走到最后就是说 过着去就好了啦 我们不在拔车 人家要带来 我们要带来 大家用更单纯 更缺乏态的态度 来看这个婚姻 就一般人就走下去了嘛 你看到动机多好 而且动机多不良 我们没有说不良 动机很清楚嘛 还多强烈 做法有多坚持呢 混了三年的普通舱 才跑到商务舱 所以这个故事让我的结论是 以后一定要熬到头等舱 对 这只是握心肠感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改期变成这样 但是我为什么说要回到 刚刚那个阿德对我的挑战 也就是说 你的选择 已经发现说有瑕疵嘛 你看看我这个人 而且这个老公是很单纯的 他不是单纯 他就很直接 抓到没道歉 偷吃没有道歉 还跟你说 我不爱你 这句是最凶的 但是最直接 也表态了 还有一点 后面还他的老母后扣 不然你要怎样 所以这时候那个女人呢 其实他选择说 最后什么钱都没有拿 就走 我觉得这个是有违他 居心叵切要叫小开 这一点倒是我最 我最终败的地方 他应该要拿一笔钱 对 他应该要怎样 我这个孩子 在这个好的家庭 比我自己要一边回去当空姐 又要带这个小孩子 请奶妈又没有人能够照顾得到 然后我非的行程又不断 不能坐上下班 可能孩子的成长 我有时候还是不能陪伴 干脆给这个难得 反正就知道说 妈妈当时是这样子 才被迫离婚的 儿子将来 女儿也好 儿子来找你的话 你还有一番说辞 然后你海阔天空 但孩子比较大 你还要照人 搞不好那时候 你带着孩子一起租房子 或买房子 你们自有个家 你就把从福家拿的那笔钱 去买一个房子 就用你儿子的名字 哪一天母子相认 我们大到底也好 那你又很有志气 就说我已经不要了 所以我一马去干嘛 怕人家讲什么 你当你的目的 是要去嫁一个小开 不是钱跟享受是白第一吗 不是 老师我想要补充 志伟刚才提的 他为什么会都不要 我倒是可以理解这个心情 就是说 嫁给小开那十个理由 我觉得应该再加一个理由 当你要离婚的时候 人家是整个全家族 在对付你一个人 其实你的资历是 跟人家子弹是比不上的 那时候当你开始 整个开战的时候 事实上这女性 就会变得很弱势 她变弱势到 她觉得她生活都被摧毁的时候 她终究会觉得 我如果不在这边停损 不认输 她不认输 不停损 她其实可能会更强 因为她那时候有被威胁 对 这个是常见的 就是我认识你们的老板 对 你离开了 你要不要再工作 不过我也不以为了 如果以志伟刚才说的 对方开出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就搁置嘛 我们的婚姻继续 但是我不爱你嘛 就婚姻搁置嘛 就是继续生活嘛 第二嘛就是 带着小孩走给你一笔钱嘛 第三就是 你自己走我给你钱嘛 最后就是你都不走 什么都没有嘛 就是这样子 对嘛 会打官司一定是 她又要小孩 她又要小又要钱 又要钱 对 那他们给钱的方式也很奇怪 她又不是一次给 而且她钱不一定是在这个老公民下 所以她如果真的用法律去分 可能分不到钱 她必须要可能是长辈提供钱 有可能 所以真的打起官司来 她可能连孩子监护权 她的争取过程当中 都很担心嘛 因为她的照护系统 一定没有附加好嘛 所以她要去征小孩监护权 就不见得真的到嘛 她会比较担心嘛 对啊 因为除非你不要工作 但是你又不可能不工作 然后再加上说 那里面也写到一个 小开其实都没钱嘛 那的确钱都不在她那边 她名下也没有房产 名下没有资产 只是有从公司来的一些薪水嘛 去这旅馆都上不起 都在办公室 那赖帝斯 赖帝斯这边有个案子 也是小开去做几位 没有啦 她还没说的 对啊 没有 我是觉得说 一开始她想要叫小开这个标准 跟后来她觉得说 因为这个老公的背叛 所以她整个世界崩溃 这两个是逻辑不合 因为一个要那么现实 一个要做那么完美 你说不是彼此自己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是 她刚才是要钱 她后来不只是要钱 她什么都要 所以变成说 是这个事情让她掉进地狱里面 所以你明明我是要A跟B 我只要A而已 现在变成要A跟B 就没有退路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刚好不是讲说那个婚姻问题